若无其事 关羽攻打樊城时 被毒箭射中幼壁 将士们劝关羽回荆州治疗 关羽决心攻下樊城不肯退 一天 有人来到债前 自报姓华明陀 特来给关羽治伤 关羽把右臂伸给华陀 并说随你治吧 华陀切开肉皮 用刀刮骨 众人吓得捂住眼睛 关羽却淡定自若 刮完毒 关羽笑着说 华陀先生 你真是神医呀 华陀说 将军乃神人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